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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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官城百货公司的商品 真的吗 恭喜你被我们凑中 成为这次大奖的幸运儿 你可以得到价值不费的礼物哦 哦 礼物 是啊 一份大礼哦 你看 那一大包礼物全都是你的 怎么样 是不是很开心呢 头奖的礼物包括许多名贵电器哦 名贵电器吗 那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啊 我现在可以打开来看看吗 不行啊 不行啊 为什么呢 呃 因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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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你获得的是大奖 奖品超丰富 因此我们工资会安排记者到你家 访问你得奖的心情 所以啊 你要到那时候才能打开 不然记者就不能把你兴奋的表情拍下来咯 记住现在千万不能打开 知道吗 啊 是这样啊 会有记者来采访我吗 我长这么大还没被采访过呢 呵呵呵呵 那就再好不过了 你先把礼物收好 他们一定会来的 哦 好的好的 再见咯 记得一定要等他们来才打开哦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哦 我也知道了 老婆 小龙 你们快出来 爸爸 那是什么呀 什么事啊 大侠 有天大的喜事啊 喜事 什么喜事啊 看来 今天是我的幸运日 我中了大奖了 你们看 这些全是礼物 中了大奖 真的吗 哇 大侠 你好棒啊 快打开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 不行 不行 那位代表说了 要拍记者到我们家里来采访的 而且要当场拍我们打开奖品的样子 啊 没关系啦 爸 我们偷偷打开来看过之后 再重新包好 不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吗 是啊 大侠 就照小龙的方法吧 不行 绝对不能打开 我已经答应别人要等记者来了才打开的 我要看 不行 我要 不行 我要看 不行啊 一定要 我说不行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们现在来打开的 啊 不看就不看 我才不稀罕 爸爸是坏人 哼 不理你了 小龙 哎 这孩子 大侠你也真是的 你说话怎么那么大声 我 我 我真的很大声吗 嗯 你看 小龙都不理你了 好了啦 上班都快迟到了 走吧 大侠 还不快上车 来了 老婆 小龙呢 他自己上学去了 都怪你刚才那么大声跟他说话 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 看来 我的计谋成功了 心中的飞飞真是太笨了 我随便编着他都相信 真是笨猪一条啊 这次一定要让他好看 嗯 是时候去报警了 不知道红霸现在找到巨刀没有 如果找到的话 他就会恢复功力 那对本军师可是大大的不利 嗯 嗯 嘿嘿嘿 嘿嘿 今夜的心象有点奇怪 像是有些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公霸师拿命来 生死吧 哦 吓死我了 小春 你有毛病啊 怎么喊得那么大声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脾气好搭哦 还不是因为今天早上那礼物的事 爸爸竟然对我大声说话 哼 别提了 礼物 什么礼物 嗯 不许再提那些礼物了 不然我贬你哦 哎 小龙 我 我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礼物啊 你 你还说 丢死你 啊 我闪 闪 你还敢闪 看中了哪里闪 啊 啊 啊 哦 刚才那些声音好奇怪 为什么礼物发出来的声音那么奇怪 好 好像是铁器的声音哎 嗯 照你这么说 这袋礼物有问题了 我不确定 不如我们打开来看看 好 就怎么办 这 这是什么礼物吗 我还以为是好玩的游戏机 哼 都是一堆烂铁 哎 我想起来了 啊 村长要抓偷铁器的小偷 难道 这些就是被偷的铁器 啊 不好了 如果这些真的是被偷的铁器 那爸爸 不就成了小偷 嗯 这些铁的形状看起来像一把刀 难道是红霸搞的鬼 一定是他 是他偷了村民的铁器 想自己造刀 可是这些铁器怎么又会当成礼物送给钟老爹呢 小春 小春 爸爸绝不是小偷啊 你 你快点想办法 慢点 慢点 别紧张 让我想想 嗯 看来是有人想要嫁祸给钟老爹 快点 快点 开快点 转左 左边一点 前面再转右 加油 加速 金家先生 开快点 别让他们逃走了 快 快 前面转左 再转右 再转左 再转右 要快点快点 让他们逃走就不好了 你有完没完的 给我闭嘴 我不需要你告诉我路怎么走 怎么办 爸爸绝对不是小偷 我不会让爸爸被他们抓去坐牢的 嗯 小龙 什么事啊 我都快被烦死了 你还在那边大吼大叫 快 你过来看看 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嗯 真是麻烦的东西 看什么啦 小龙 你看 啊 官人杂货 我想 这跟官人杂货一定脱不了关系 什么 哼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嗯 小龙 小龙 哼 我一定要去揭发官家的恶行 站住 干嘛挡着我 走开 就算你现在去找他们 也没有办法让他们承认的 那你说该怎么办 难道想看着爸爸被捉走吗 不是的 只不过我们得从小记忆 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让我想想 哎呀 我不能等了 总之我要让全村人知道他们是坏人 嗯 嗯 有了 你想到办法了 嗯 既然他们会栽赃嫁祸 那我们就来一招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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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疑 疑 難得 名牌服饰举行周年大剪价 还不趁机抢购吗 哇哈哈哈哈 这身名牌衣服穿在我身上 啊 还有谁比我更漂亮的呀 更高贵的嘞 谁在打扰我唱歌 你别抢我的钱 嗨 抢劫 瞧瞧你别抢我的钱 不如 让你结束好了 谁想接你的色 老不羞 不知丑 恶心死了 真是不要脸 什么声音 你 你的肚子在说话 没有 我是肚子饿了 这位美 美 美丽的 不 美丽的小姐 你误会了 什么 美丽的小姐 天哪 从来没有人这样称赞过我的嘞 你 你真的觉得我美丽吗 先生 你真是太诚实了 你真是太诚实了 竟然有人称赞我美丽 我美丽的小姐 我想 请问你想不想成为模特儿 模特儿 对 我是一名星探 但以我多年 以我多年看人的经验 我觉得你 你一定能成为全世界第一的名模 真的 真的吗 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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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口水流下来了 对不起 我有点紧张 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跟我来吧 哦 哦 哇 好大的箱子啊 这里面装着的都是名贵衣服 是我们公司送你的见面礼 给我的 我没听错吧 哎 哦 咦 香油呢 哦 好快啊 真是好厉害 小龙 太走了 那你还不快一点下来 我的头被你弄得好痒啊 你怎么那么重 成功了 想不到它会这么容易中计 哼 我们等着看好戏吧 过了过了 快倒车 嗯哼 官人 是在这里了吧 是的 是的 村长 就这儿没错 那你还不快点下车 哦 是 是村长 喂 你们是记者吗 欢迎 欢迎 啊 村长大人 您也来了 还有警察先生 哼 小偷 快点把那铁器交出来 小偷 啊 我是小偷 对 而且我们还有证人在这里 嗯 我还亲眼看见他把一大堆铁器藏在家里 各位 让我们去他家搜罗证据吧 等一下 我们家没有你们说的铁器啊 是不是搞错了你们 让开 我们要进屋搜查 老头 怎么那么多人呢 好热闹啊 嗯 哪边别吵 我们这正在办正经事呢 嗯 老婆 老头 你猜我今天遇到什么好事啊 嗯 什么好事 奇怪 怎么这次都没有发飙啊 老头 老头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次可发了 你知道吗 我呀 被星探相中 要当世界名魔了 世界名魔 就 就于你 是啊 你不信吗 好 让我打开我的名秽华府给你看看 看你相不相信 嗯 嗯 大家看着 别转眼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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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开一下 啊 那是什么 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 你走开 嗯 想骗我 我明明看见有东西在里面发亮 这位太太 不如你来打开吧 没什么了 只是一些名贵华府而已 没话少说 快打开 再给我全部倒出来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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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了 完了 这次全完了 啊 怎么会这样 我的名贵华府呢 好多烂铁器啊 哼 做贼的人还敢喊抓贼 姓官大 现在人赃病祸 请问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啊 不 我是北原王的 求求你 帮过我们吧 村长 你觉得怎么办好呢 我看 应该把他们吊起来鞭打 鞭打 来人哪 把他们两个吊起来 再加鞭刑五十下 救命啊 我 我 嗯 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咦 啊 小龙 原来你一直在这啊 对了 你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嘿嘿嘿嘿 来 合作愉快 给明白 快 哦 什么来着 都是你这个臭老头 要不是你 我才不会搞成如此下场呢 管我什么事 要不是你发模特的春秋大梦 我早就报仇了 你还敢盯嘴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别以为我吊着就拿你没办法 老命啊 嘿 嘿 嘿 大家好 你会不会言 wi 好 我是你 可以 我 好 我 我 我 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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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夏天去 兩風伴隨 彈秋中 共陽一味 不管 時間 一點 天氣 我都愿与你相随 本来不再不累